來到今天玩具TV的最後一節 玩具TV第27季第六集 我都未試過 因為要介紹這件事 我相信用口說不完 我想真的說 就著整件事我只拍細節 只玩給大家看 我不加甚麼旁白 要講的最後一句台詞就是 這一隻是小弟生平五大最好玩具 剛剛開始沒有聲音 其實我借了 因為那時候那個 那個叫做 那種心情是很難去平復 但那時候反而拍不到我想說的話 所以我就有點不開心 因為我已經消化了 所以我現在沒有那種亢奮 不過我再重新一次 以下介紹這件事 是我五大收藏品裏面其中一件 我很肯定地回答 我未玩過這樣的藝術品 神經病的這件事 Box Art 不是Box Art 這個是一個盒 而這個盒 只是放置我地台 我免得開一天很大件 一盒怎麼收拾呢 我不知道 另外 這個單是放置Figure盒 你會見到本身 怎樣都要介紹 我不想說那麼多 但有些事情一定要介紹 今次這件事就是Dark Crown Toys 李寬 闊別了兩三年後的最新產品 Franning Souls 本身也沒有說有一些故事背景去襯托 純粹都是阿寬自己本身的一個純的創作 本身它也非常有誠意 剛才你看到那個老年這麼大的盒 就只是安裝地台 而這個就是安裝模型 當然 你會見到它充滿了 Art Toys 的設計 裡面其實兩把東西 這個都要拿出來 這是慢慢畫的 可以拍一張公仔嗎? 還是讓你 讓我鬆脫出來 你當作是一個開箱OK的 因為我已經最有了 其實裡面還有很多 配件 我玩不完 我只是拍一些細節給大家看 先蓋它 好了 好了 開始靜蠻地介紹玩具 本身裡面有老年這麼多一些很有誠意的Plan Flats 包些什麼東西呢? 特典? 這個真的是指標來的 這個不關事 這個不是的 這個剛才說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介紹好 真的 你還有一張說明書 都要讓大家看看 這張照片 拍了沒有? 剛才好像有個號碼的 剛才你有一張 是的 它真的多東西多了 我真的數不到 好了 貼紙幾張 你會見到 阿歡那些Art 是很有個人風格 還有很有特色的 還有三張明信片 本身它生產是365 不是日 而我這一件是259 給大家看看 後面會不會有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好 這張明信片 這張明信片 麻煩你幫我修一修 好 麻煩你幫我修一修 又是靜脈的時間 麻煩Ricky先生拍一拍 台座 只拍台座 只拍台座就好了 這張明信片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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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明信片 你會見到 這張明信片 你會見到整件東西 根本是一比一的頭 糟糕了 他亦都用了一些甲袖式的設計 雖然整個頭 後面也有一個日本武士兜甲的後面的造型 眼珠不能動 你會見到眼珠裏面有一些繁紋 符合本身的氣派 眼珠亦都是上色非常漂亮的 神經病 這是藝術品來的 真是 他這些骨頭的處理也很有型 還有腦袋 神經病 你們看看過癮 一人撿的時候 我慘了 再看看地台 褲狼骨頭 黑紋 介紹什麼 只看已經夠了 而且現在看到 老年這麼大的地台 其實他很貼心 他有一個 小了 我想 只有四分之一 的地台 就是給你說省位用的 嗯 只是一個很小的地台 在這裡的 在另一板 哦 好 是的 不是 沒有拿出來 沒有拿出來 是 所以他就很貼心地 怕你沒有那麼大個位 有一個小小的地台 我想請導演 可不可以幫我修製 哈哈哈 這個交給你 先修製 先修製 你幾點鐘走啊 我來 我來 我剛才 我試過 好 重啊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真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真是 奇怪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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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配件 我看監製很努力地幫我修製 不一定要裝 我想裝一邊不裝一邊 所以你裝回另一邊修製就可以了 有什麼講解 大家猜一下這輪是什麼來的呢 後一點 看似一個立體的雕塑 行不行 好像骷髏骨 看這邊 有沒有東西看 有 紅色 好光喔 這裡開了燈都看到OK的 行不行 在轉另一個燈 好像是骷髏骨 行不行 吃了 吃了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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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哥有很多五大 沒辦法慢慢數上去 另外手型 我還跟你搞什麼 你也傻了 試回去吧 好了 我先不動 看看手機 其實沒有全露了 首先 有 這些是綁在腰部 放在後面 算不算虎毛呢 又沒有那麼大 金屬的 又收回了 監製放得這麼漂亮 我覺得不要浪費 另外一把 看看 怪得了 綁緊了 好 鬚了 Yeah 兩關不同的 當然 為什麼會有一個髮尾呢? 看看這件東西 對呀,差點漏了,不好意思 整件東西,這件工具,我看到的時候,嘩! 本身著色不用說了,它真是漂亮的聲音 看看裡面,為什麼連工具都可以有這麼多技術? 其實這件工具我可以講一個小時,但真的沒辦法 I'm so sorry 救命 這套全套預七千 不用了 好,又可以拍到這裡 拍完這裡 這個頭有這類電錶 其實整件工具,剛才跟玩具仔的老闆聊天 第一眼看到,我想起兩件事 你在拍到這邊 第一,天野喜效 我真的想起天野喜效,不知為什麼 第二,竹菊龍芝 整件工具,由上都下麻煩 導演,先拍一拍 你會看到整件工具的造型是非常漂亮的 本身,其實我從美國不想去介紹,但不知為何我忍不住去跟大家照樣說 本身所有外甲 這件工具是金屬的,頭盔都是金屬的 還有這個頭盔是多層的,不是就這樣說 對,是multi layer 金屬的 當然本身製造成金屬的 也有布製的部分 金屬的 是啊 沒有時間 沒有現貨了 外面已經開始炒了 是啊 本身買一陣都不夠貨 訂也不夠 好像是4000左右 這件工具是誰先拿來玩的 嘩,慘了 這件工具根本是一件藝術品味 很多東西玩 可動我不跟你玩那麼多 玩些什麼呢 好強的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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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膀呢? 金屬攝石的 面罩呢? 攝石的 想怎樣啊? 大佬 多方便 哇! 真是爽得爆漿啊 那當然 你這個頭 玩不夠的 你就像我剛才那樣 漫畫那麼好嗎? 我覺得他厲害在他遊合了是武士忍者 就是加鬼? 就是那些忍者 這個沒得倒露吧 補充一些題外話 幾年前跟李歡在會場聊天 他應該跟我說這個概念 就像日本武士加了歌幻風 去綜合一隻很大的版本武士 不過這個是瘦的 其實我相信他已經搞得很大的 其實之前Dark Kong Toss 也有藍 即是藍鬼和赤鬼 本身風格都很近 那兩件都是藝術品 看見本身這個 類似加爾巴的歐爪 是絕對可以換 不過就是加一邊就算了 其實連可動性是怎樣 我都不知道 現在真的要玩一下 之前那兩隻鬼也很漂亮 是 我先脫掉這個 試試一下 其實比原本預期的發貨 是遲了 當然大家會理解是疫情 但其實它是專門加了很多療 我聽聽你說 每些關節 去到這裡 手腕這些正老東西 我沒什麼特別 這樣玩吧 腰 腰 這個質地其實 看上去都是硬的 所以不要亂來 你在後面看 就可以大概知道 它本身 哪些位置可以動 哪些位置不可以動 可動性 不可以說很好 但是就 它給足你基本上的東西 嘩 造型真的殺了 腳 穿了褲 究竟它的可動性 去到哪裏呢 好 極限了 你猜我不會 咦 哦 反而對摺來說 可能它本身 沒有什麼特別需要遮醜 所以變了你 上半身的褲 放進去 變了它也不會 令到身體有什麼影響 腳腕 腳腕是正常的 不敢說很多東西玩 好 既然是這樣 包得挺好 對呀 我已經穿了 我想來 這裡 我再看看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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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哪裏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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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罐1比6的可動性 我不敢說它很超卓 但是絕對夠玩 你基本上放一些誇張有動感的姿勢 不難的 你問我真是純粹說 有什麼地方想它的可動性做好一點 是腰部的 因為腰部不算動得很厲害 所以做一些很誇張的姿勢是不行的 我重複一次 是放一些很誇張的姿勢是不行的 不誇張的姿勢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你配上這個台座去做擺設的話 這件真是藝術品 這裏不會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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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不會 沒有問題 我就放1萬元底價 實行的 錢而已 好了 好 不想阻礙老闆 所以我很快地介紹 大家在外面見到的 就祝你好運 看多少錢我真的不知道 原價是多少 應該是4000樓下的 原價 原價 即是底部辣 收了台了 好東西 下個星期見 再一次 剛剛你收了嗎 什麼 順便再次感謝Thomas 借出這個信和 六樓 玩具仔 這麼舒服的地方 給我們拍攝 還要和我們捱坑底夜 到現在還未走得 I am so sorry 好 真的拜拜